有句话说得好 百年的媳妇熬成婆 如今德云社的不少徒弟 自己也收徒成了师父 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岳云鹏 他的三个徒弟 徐小竹 上小菊 刘小婷 在岳云鹏的教导下 如今都成了德云社舞台上的 中间力量 岳云鹏不仅相声说得好 当师父也是一把好手 前几日岳云鹏空降小剧场 跟徒弟一起演出 赢得了许多网友的关注 最近一段时间 应该是岳云鹏养伤休假的时间 带病捧徒弟 让网友们也不得不称赞 岳云鹏是一个好师父 我说最善良又真好 现在也在这段时间 当师父不是不赖 你被骑把我都发生了 你被骑把你带到大谷 你又的 快走了 你再把你走也不行 你多少 你想赞得你 咱们赞得你 你看,不要赞得你 哎呀 哎 又不等着 是啊 可能是我太快 可能是我屁股老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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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而得知师傅和尚小菊一起演出 二哥却是一脸懵 前几天还跟师傅一起吃饭 虽然没吃到饺子 但师傅要跟尚小菊演出 也应该告诉他 没想到的 还是从粉丝嘴里听到的这个消息 这也让刘晓婷没办法接受 还扬言要扎尚小菊的车胎 但没想到车胎没有扎成 俩人还大打出手打了起来 一旁的徐小菊却幸灾乐祸地称 我的目的达到了 12月2号晚徐小菊晒出照片 照片中尚小菊和刘晓婷两人扭打在一起 表情都已经扭曲了 难解难分 看来是没少费劲 结果就是以二哥失败 被尚小菊压在身下而告终 网友们也纷纷猜测 是为了跟师傅一起演出而打了起来 也有网友调侃 欲棒相争小竹得利 德云社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家庭 虽然二哥输给了尚小菊 但也迎来了跟师傅一起演出的机会 在最新的节目单上 岳云鹏这周将去德云社七队 跟徒弟刘晓婷一起演出 相信这次刘晓婷心里就平衡多了 岳云鹏也是一碗水端平 真可谓是雨露均沾 并没有厚此薄彼 当然也有很多网友担心岳云鹏 毕竟跟尚小菊演出时候 就已经感觉天都塌了 打个马的网友 跑得外人都没有袖子干 没袖子能够砍尖吗 那你唱啊 我这儿把过脚给唱了 那你开玩家了 而二哥刘晓婷可是公认团灭了整个七队的演员 不知道作为师傅的岳云鹏 能不能承受得住 还是希望二哥轻点霍霍岳云鹏吧 岳云鹏对自己的这三个徒弟 真可谓是真心实意 掏心掏肺 徒弟们结婚都是岳云鹏出钱办的酒席 因为岳云鹏结婚 就是师傅郭德纲花的钱 这也算是一种传承 岳云鹏的徒弟也对他尊敬有加 都用自己的努力付出 来回报岳云鹏的筛培 德云社师徒之间的情谊 也给取义界的同行做出了榜样